字幕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EJ 今天是万语权的韩国语表谱 是吗? 今天是4月1号的愚人节 很多人应该已经在昨天或前天看到YouTuber拍的一些愚人节影片了 我本来今天也是想要上一支愚人节的影片配一下你们 然后我本来的计划是说 今天影片的标题是one on one的听歌选韩文,今天是1号嘛 然后你们点进来之后,我就要跟你们说 今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们先学一下愚人节的韩文 学完之后这支影片就结束了 对,就是要骗你们今天,根本就没有要听歌选韩文 可是呢,我昨天晚上看了Jessica的影片 我看完之后,我真的被骗了 我真的以为她怀孕了 我想说天哪,小月也终于要弟弟跟妹妹了 结果我后来滑溜渊的时候发现被骗了 就是一种真心幻觉情的感觉,你们知道吗? 这真的只能点播真心幻觉情 然后我就产生了拍今天这支影片的想法 我昨天晚上看完影片之后呢 Jessica就开直播跟大家道歉 我就在她开直播的时候跟她讲说 我要把这个拍成今天这支影片 这真的是我史上最快最快把脚本想好的一次 我想好脚本的时候大概是1点 然后我今天4点半要起床 现在几点你知道吗? 你们看一下,现在是早上6点20分 我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拍片呢? 是因为我今天下午要去看Super Junior的演唱会 所以如果我不早起来拍早起来剪的话呢 一定会来不及 那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讲 今天因为时间很紧迫的关系 所以呢,在字幕的部分啊 可能就不会像以前每一个字每一个字 我都会上颜色 那我们等一下呢 就是先把跟愚人节相关的韩文学完之后呢 再套用到昨天我看完影片的情景 因为现在是早上6点半 就是太阳刚刚出来没有多久 所以你们现在应该会看到 这一道光源 这就是太阳的光 光线可能会有点奇怪 但大家就讲究一下啦,好不好 首先呢,我们先来学愚人节的韩文叫做什么 叫做 如果要说愚人节快乐呢 就叫做 既然是愚人节呢 跟愚人节相关跑不掉的东西 一定就是说谎或是骗人 谎话呢叫做 注意一下哦 字面上虽然写的是 但是它实际的念法是 那说谎这个动作叫做 如果你说谎呢就可以说 那 Jessica说谎了呢 这句话就叫做 说谎呢,除了前面讲 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口语 比较像是礼语的用法 叫做 这个字呢它不是正式的用语哦 它比较像是礼语的感觉 本身还带有一点吹牛的感觉 如果今天呢,你在愚人节 骗了你的朋友,你要跟他说 哈哈哈哈我是骗你的 你就可以说 如果今天你是那个被骗的人 你想要跟对方说 少来了少骗我了,不要骗我 你就可以说 如果你真的被骗了呢 那么被骗叫做 そっか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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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っかだ是原型 所以通常我们讲我被骗了呢 都会说 啊,そっかっさよ そっかっさよ 修完这些韓文之后呢 我要把这些东西 运用在我昨天发生的情境上 昨天我是先在IG上面 看到他po这张照片 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的反应就是 おも ゆくしらにゃ 真っか 然后接下来 我就去YouTube看影片了 我一开始在看影片的时候 也是暴使着一种 这应该是愚人节的影片吧 应该是骗人的吧 因为时间很敏感啊 然后在Jesca第一次 把她的肚子露出来的时候呢 やあ、以後 こちまりゃあにゃ ぽんちつまー 接下来Jesca就跟大家讲说 大家应该都骗怕了 可能会觉得她的肚子是假的 所以她就把肚臍露出来 おもやちんざ、ちっかいえ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划流言了 然后我就看到字顶流言写说 这是假的 这是骗人的 是真正的 真正的 真正的 也计划流言 我真的想要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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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斯卡呀 你演技好 真的好 哇真的 我心里很痛苦 雖然我被片 是真的覺得很難過 我就是真心患覺醒 但是傑斯卡就是 有在計劃要懷第二台了 所以就還是祝福她 希望你真的趕快懷上第二台給小瑞人 一個第一位妹妹好嗎 我照你再看影片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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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得訂閱我的影片 下次再見